慢性前前前炎到底多久能治愈呢 这个还是要区分对待 对于这种慢性细菌性前前前炎的话 我们通常建议病人需要一个相对比较长的疗程的抗拒素治疗 那么我们常规会选用奎诺同类的抗拒素 因为这类抗拒素比较容易聚集在前前组织内 达到一种局部组织浓度比较高 达到杀灭细菌和病原体的作用 对于这类患者 我们通常建议他口服抗拒素至少四到六周 通过一个相对比较长的疗程 把细菌彻底杀灭掉 那么对于这种慢性非细菌性前前炎 那么对于他的疗程 每个人就个体差异比较大 从临床经验上来讲 我们建议病人至少治疗三个月 以三个月为一个疗程 但有些病人可能治疗三个月 症状就完全消失了 那么后续并不需要进行治疗了 只需要进行一个生活调养 少饮酒 少吃其他刺激的食物 适当增加运动 避免久坐等等 那么对于有些患者 可能用了三个月之后 他症状并没有完全得到改善 通常需要一个第二个疗程 或者第三个疗程 往他们的症状才能得到一个缓慢的缓解 那么对于这类患者 也提醒大家 在他们的症状完全消失之后 也是建议大家采用一些生活方式的调节 来减少前线炎的复发 那么对于这类患者